年輕人還怕什麼 年輕人最怕 大家都怕過 就是女友的 媽姨媽不來了 媽媽 這個還蠻超的 這個蠻恐怖的 這個叫做事情鬧大 呆機都阿雕 曾經怕過這件事情的潛舉手 你們都有婚前 我沒有 我在摸鼻子 不要亂說 而且如果真的發生這件事情的 下一個步驟一定大家都一樣 頭銜 不是 頭銜 很近來 回頭很近來 男人最害怕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第三項 被朋友或情人背叛 這個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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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被朋友背叛 比較痛 比較痛 因為我們知道愛情到最後不是 分開就是結婚嗎 反正就是生離死別嘛 對 一定會有個結果 但是被朋友背叛 那個感覺很差 其實朋友你 雖然不像 也許不像情人那麼親 可是其實朋友那種 比如說尤其你一起工作啊 或怎麼樣 那種其實你信任他的程度 有時候也不會輸情人 那你就直接講 這裡面誰背叛你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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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沒有 裡面是沒來 沒來那個 就是你直接 就救他了 沒有啦開玩笑 因為剛剛直接點了 是工作的人背叛 對 曾經也是一起工作 可是不是K1裡面的 是一起工作 然後其實他那個不算背叛 只是說他有一種習慣 他就是那種雙面 而且我是那種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這種習慣 因為他在你面前就是 完全就是很聽你 我一輩子聽你這種 然後就完全你都不知道 知道事後 小刀不喜歡講這種話 不是 你在說小刀 不是啦 不是啦 他也說過他一輩子聽你這種話 對 他也跟我說過 他也跟我說過 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對 然後到最後你就其實 就跟這種 這個人稍微保持一點距離 因為他真的就是標準的 可是如果你周圍的人都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我覺得不是那個人的問題 是你自己笨 同時被朋友跟情人 你贏了 他們兩個在一起 哇 厲害了 情人跟朋友在一起 那個真的是 不好的經驗 而且我是跟那個女孩子交往 大概一個多月 才一個多月 我就有一次去逛西門町 然後就看到他們兩個 一起從MTV走下來 其實MTV可以幹很多事情 MTV 對啊 嫁摸 而且還就是事後還不承認 兩個人還不承認這樣 不承認去過MTV 對 你沒有去抓他們 你沒有走過去 沒有 其實我就 算了 落跑 你看到鬼也落跑 你看到這樣也落跑 你怎麼樣 不是 因為那個當下太突然 其實不知道該怎麼 同時去面對他們兩個 所以 想說 就落跑吧 事後再看怎麼解決再說 對 你們這裡面有一個人 背叛過自己的好友 誰 那個感冒人 我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的字啊 因為我以前寫書法的 所以我的字都很斷真這樣 然後他的字就是 平常國小時候很醜這樣 然後我就幫他寫一封情書 拿給他喜歡的那個人 然後後來那個女生有一次 我要追求他 他就對我表示好感 然後之後我就很 我就跟那個女生說 沒有其實我們搬到另外一個同學 想要追求你 然後我幫他代表寫給你 然後這個過程我給你抱歉 就是我請他吃飯 然後中午的時候剛好被 這個同學看到 他就聯合了全班的人 來討厭我這樣 然後我被孤立了一段時間 就整個人會變得很孤單啊 很難過這樣 之後我 我之後四年 我都沒有跟這個人講過話 我也沒有看過他的正眼一次過 我就當作他是笑死的 因為這四年當中發生太多 很不舒服的事情 比方說是怎麼樣的 例如說 可能我走路他就會被放過 很幼稚 學心嗎 那時候高中哪個 五專 那時候讀五專 然後他的嘴巴也 今天很壞這樣 然後都會講一些很酸的話 然後我可能都會躲起來哭這樣 因為我 因為我那時候口才 我那時候口急 每次叫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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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講不出很多了 他就會 哇 林亞歷史一直噼里啪一直講 你知道我講不過他 我就知道自己走這樣 那你不會寫字寫給他 是那麼端正寫 寫字給他 寫字罵他你真可惡 不是他寫字也是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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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年輕人還怕什麼 年輕人最怕 大家都怕過 就是女友的 媽媽 媽姨媽不來了 哇 媽媽 這個還蠻超的 這個蠻恐怖的 這個叫做事情鬧大 呆肌大雕 曾經怕過這件事情的潛舉手 你們都有婚禮嗎 我沒有 我在摸鼻子 不要亂說 而且如果真的發生這件事情 的下一個步驟 一定大家都一樣 抽籤 不是 抽籤 不是 抽籤 抽籤是一定要 沒有 抽籤是下下個步驟 下個步驟應該是會去便利商店 買那個 驗運 驗運的東西 對 叫什麼驗運 驗運棒 對 你們會不會買兩次三次 這樣 不相信再買一個 對啊 不可能再一個 這是壞的 對 會不會 會這樣嗎 評管不好 這樣測太多次 女孩子也會生氣吧 你這什麼意思 你是什麼心態 不會啊 不會 不會 我來確定啊 對 我要準備啊 準備抽籤啊 對啊 打聽婦產歌 你還是他比較安全 還有沒有怕什麼 會不會怕被女友桌姦在床 這個當然會怕 會怕 這個一定怕打自招 會怕就表示有做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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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有做過 我剛剛一撇到 這鏡頭為什麼是在我的臉 因為你一個不爽的臉 你知道嗎 這趕快take你 這個每一個男生都會怕 如果暗中劈腿 當然怕 可是呢 有一個重點是 有做過但沒被抓到過的 請舉手 我可以講朋友的例子嗎 可以 我們現在都要講朋友的例子 而且我們這個節目裡面 講朋友都是講自己的意思 沒有 沒有 徐哥不要這樣 我真的是朋友的例子 他是那種就慣性的 他就一次都要四個五個那種 而且他是那種沒辦法 他很厲害 他就是說劈腿是一定要的啊 他是那種沒辦法 只單獨跟一個交往的 然後很厲害 就是那種時間都排好 時間都排好呢 排好然後每次還會就是 要講不同的話 然後他又很聰明 他不會就是講錯啊或怎麼樣 而且他都會比如說跟男生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 很不好的習慣 他跟男生就是聊天的時候 都會炫耀 那不 我覺得男生在跟男朋友 在跟男性朋友聊天的時候 炫耀說 我跟我女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講一些比較私密的事情 那超低級的 可是他就會講出來 他以那個為傲啊 我跟你講電視機前面 你們也要學習一下 真的 這個是很下流 而且很無恥的行為 對不對